在补墙的过程中,在这个位置我们能看到在这里有一扇窗户 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来制作 首先我们将旁边的墙体进行绘制 绘制好了之后同样的挤出2米8的墙体高度 对齐 对齐好了之后更改它的材质 然后在这里 我们因为看不到CED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将我们旁边的这种窗户进行一个复制 然后旋转 录到这个位置上 然后我们将墙体选中 在它的侧历面上对它进行修改 对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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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CED画的看不见的位置上我们一定要将这些东西进行制作出来 现在我们的栏立面就已经基本绘制完了 然后我们要开始绘制 旁边的这些没有立面的墙体 所以我们只能根据我们的平面建模法来进行绘制 在这里 在这里首先我们来绘制我们的心理面 我们在平面上将墙体绘制出来 然后直接挤出2米8的层高 挤出之后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 在窗的这边有一条缝 所以在这里我们还要将我们的墙体进行一下调整 我们可以调整我们的正立面和窗户 也可以调整旁边 在这里我们直接来调整我们的正立面 我们再来添加一个小墙 挤出240的墙体厚度 将这里进行补上 然后我们再来绘制这边的窗户 在这里我们有同样的方法 可以将我们已经有的窗户进行一个直接的复制 再来调整和修改 再来调整和修改 然后我再加Q 鼓励出来 来调整一下 将所有的点转化成脚点 然后我们再来一次绘制墙体 这边同样的我们来直接绘制 这边同样的我们来直接绘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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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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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我们可以直接将墙体 全部绘制好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挤出2比8的层高 更改材质颜色 然后将我们的玻璃同样的进行复制调整 我们首先可以调整墙体 调整完墙体之后相当于我们就有了一个参照 我们可以Water加Q 顾虑出来在侧历面上对窗户进行调整 这样很快的我们就能将所有的模型处理好 或是我们选择差不多相似的模型来进行调整 在这里我觉得它们两个应该是差不多的 我可以直接选择 来进行旋转 摆放位置 还是要差一些 然后我们可以将它所有的东西都选中成一个组 成完组之后 我们可以直接给它一个可编辑网格的命令 我们可以在网格里面对它的点进行调整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可以对墙体窗户玻璃统一进行调整 因为它们在一个组里面要同时添加了可编辑网格的命令 我可以一起来调整它们 这样速度会更快 然后再复制过来 这里可以直接复制 来修改 这样速度很快的 我们就能将后面的这一面没有CAD的墙体全部挥制出来 在这里有一个门 我们可以复制一下我们已有的模型进行调整 这里可以选择一个 在这里我们只是需要建的有它的门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来补一下墙体就行 在补墙体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在顶视图上来进行绘制 对它进行一个挤出 100 上面 为它进行挤出500 600的高度 这样这边的这个门我们也很快的就建好了 然后 为它更改材质 更改好材质之后 在这里我们能看到它也是一个阳台 所以我们来绘制它的阳台版方法跟之前的差不多 这个栏杆我就已经基本绘制好了 然后我们再来绘制一下它的楼板 在这里我们可以先从这里开始绘制 在这里我们可以先从这里开始绘制 在绘制的时候我们可以配合键盘的i键呢移动我们的 接着界面 绘制一条弧形 或者加Q 固定出来 将点进行焊接 然后检查一下有没有接上 焊接好之后我们可以直接对它进行挤出 楼板的厚度是100 然后将位置摆对好 它的位置一般都是在我们门框的下面 然后我们给它添加一个楼板的材质 然后我们看到在CAD上它有一圈装饰的线条 然后在这里我们要来绘制一下 首先我们从这里开始 将点进行焊接 焊接好了点之后 在这里再进行一下 Back 对这里来进行一下附加限 然后往内轮廓 100 应该是负的100 然后直接挤出我们之前的400的高度 在这里我等下Q 鼓励出来 添加一下材质 然后同样的我们要提取线来做里面的这一圈 放空调外机的板 我们可以选择 分离 在这里我们选择拷贝分离 重新来绘制里面的这一圈 将它们附加到一起 将所有的点进行一次焊接 几处 100 它的高度应该是和我们的阳台的板是一样高的 所以我们可以将一个阳台板和它固立出来 对齐 直接添加阳台板的材质 这一边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CD 同样的来进行绘制 在这里我们其实可以直接绘制一条直线 因为它的转折并不大 对它进行一个轮廓100的处理 挤出400的高度 在这里我们来对齐一下 对齐好了之后我们来附加材质 对齐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地方的绘制方法基本的差不多 我就直接来绘制 在有缺口的地方我们进行一下调整 这些地方我们进行一下调整 中文字幕志愿者 都全部焊接一次 对它进行挤出 这里是镂空的标志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不会做空调外基的版 这些地方的做法是一样的 我就不足以解释了 这样我们的标准层就已经基本建好了 建好了之后我们可以直接往上复制 成一个组 就可以直接往上进行复制了 在复制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 是在我们的CED上进行观察 它的第二层和第三层的装饰线条比较长 还有上面的第十层和十一层的装饰线条比较长 在这里我们要调整一下 在这边我们可以直接从这里绘制过来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里它可以直接的挥纸过来就行了